正义也属于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这位法医萧开平曾说过一句话 分尸案 每案必破 这只指只要能够从无名尸块上 找到身份线索 几乎都能破案 因为凶手就是害怕这一点 才会选择这样方式来灭阵 但惨招肢解的师生 该怎么找身份 一直都是法医跟检检面临的 最大难题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高雄爱河幸福川 情结员连捞两尸袋 断肢驱干铁丝捆绑 长20公斤重哑铃 泡水师指纹难辨 近是30年未见家人 特殊单位助揪凶 凶贤翻下关键失误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 哑铃捆铁丝爱河代尸案 案发地点在高雄市知名爱河 其中的一条支流 二号运河 全长5.3公里 在三明区南边驻入爱河 2010年市府整治河川 并举办网路投票 最后由幸福川获最高票 由于风景优美 许多电影都曾来取景 时间来到2020年6月22日 情结员在河流交界处附近 连续两天捞到 同款式的旅行带 一摸长长硬硬的 还以为是枪支走私 一打开 却让人倒抽一口含气 黑色旅行带被打开 露出一段疑似小腿的肢体 让清洁人员吓了好大一跳 尸块因为泡水肿胀 已经发出浓浓恶臭味 而打捞的地点 就在建国三路和河东路的 爱河水面上 靠近人潮多的大卖场 你们说是这里有邀请的呢 两个黑色旅行带 根据清洁人员表示 是分两天打捞的 22号早上9点多 先捞到第一个 认为就是一般垃圾 没想到23号早上10点多 在靠近幸福川河口 又捞到第二个 他那堆子你们拿起来 是不是有第一个 还是第一个血水了 还是说是打开那有的 大概0% 不管媒体怎么问 两人守口无凭 可能是吓到了 也可能是被吓了封口令 约会胜地 进成了杀人气势的命案现场 依照媒体SNG 全聚在这连线 而两个世代 由于泡水肿胀 警方担心影响财政 不敢随便打开 并特别请知名法医 潘智信从台北南下协助检验 他曾经经守许多重大案件 包括南回搞鬼案 王忠义弑母无罪案 以及催崖记毒杀案等等 引发不少争议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回顾一下 但此时重点是这些 尸袋疑似不止这两个 布兰比外海20号海巡人员 打捞到无头师 扶持当时身上穿着潜水衣 但可怕的是没有头颅 没有双臂 没有双脚掌 23号爱河又发现两十袋 其中一袋是两小腿 两个时间点相当接近 有修好掌检 所以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是 穿鞋子工作的人 一般换乎走足 比较中低下层的人 中低下层的人一般来说 产生分事案大部分都是赌债 顾群对他们清理的范围 从爱河到幸福川约12公里 环保局加上委外人员约有10人 每次都是两人一船作业 上下午各清一次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几乎每年 都会打捞到浮屍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四次 只是不完整 这支胎的重头看起来 这支胎的大股的程度看起来 这支胎的大概是80公斤作业 法医到小后终于打开另一个尸袋 确认跟鹅鸺皮无头尸没有关联 因为一袋装着手脚四肢 另一袋则是头颅跟躯干 刚好是一具完检尸体 然而另一个问题来了 这死者究竟是谁呢 身体完整吗 检察官法医在殡仪馆走近走出 爱河捞起的代尸 相验后又乐最新进度 大约70到80多岁之间 第一代尸袋分别是死者的 双手和双脚还有毛巾和哑铃 第二代装的是头颅连接躯干 长袖衬衫和短裤 而躯干上有铁丝缠绕着哑铃 被一起丢下爱河 死者特征也曝光 也判是一名年老男性 身高约160公分 头发呈现回白 哑铃用铁丝绑起来 然后另外铁丝的另一端 是有绑在那个身体的躯干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带的话 就是把用铁丝 把四肢缠绕起来 然后绑在一起 检方发现死者牙齿只剩一颗 颈椎和胸骨骨折 肋骨也有粉碎性骨折 被葬塌陷 不排除生前惨遭凝虐 目前警方公开死者衣服照片 要让民众指认 加快厘清死者身份 也会扩大调阅监视器 更会进一步避对失踪人口 由于泡水的水流失 手部皮肤会像是手套一样松脱 加上可能鱼类啃咬等会损坏 采印指纹难度颇高 如果你想网络查相关的图片 可得先做好心理准备 但恰巧死者右手保持这样的形状 四根手指紧抓着拇指 让剑矽小组顺利踩到完整指纹 警方怀疑嫌犯同时用了两个 长约60公分宽约26公分的 同款旅行袋企图掩人耳目 而且心思细腻 还用黑色垃圾袋层层包住尸块 防血水渗出 另外袋子内还装了20公斤重的哑铃 企图不让尸袋浮上水面铺 四十块腐败产生气体的时候 这整个袋子都充满空气的时候 它自然就浮起来了 如果要四五天就会 也是做得出来 我跟你说 你把他灌水下去它就碰起来 把它裁了 啪啪啪啪的出来 所以你只要找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找到凶手 因为凶杀汗分尸的话 觉得是熟人 死者身份叫王仲 警方立即联系他的家人 没想到他居然离家二三十年了 连他住哪做什么都完全不清楚 这样隔天就是端午四天廉假 公家机关无法支援 警方等于跟时间赛跑 现有专案小组有人灵光一闪 立刻打给社会局一问 非常幸运 他是有猎馆的街友 还有一名访试员 知道他住在哪 我跟他人说的 其实他父亲都要拿钱就要拿 死者邻居表示 独居的死者虽然没有工作 但有领补住金也会存钱 常常有人登门来借钱 警方研判他遇害的时间点 到位住处附近监视器 果然发现他在19日当晚进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只有陆续有两名男子进屋离开 警方研判其中一人就是凶手 继续扩大调业后发现 这居然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凶嫌变装后进出 企图误导警方 嫌犯被压制在地 警方埋伏突击杀了他 措手不及哪都不能逃 他就是爱河失怠案的杀人凶手 凌晨两点多 男子提了一个旅行带 走进一栋大楼 但过没多久 又背着袋子走出来 与其他人擦肩而过 也装作若无其事 但其实他里面装的是尸块 穿着浅色衬衫 戴着安全帽的罗姓嫌犯 就是爱河分尸案凶手 犯案画面曝光 6月20号凌晨2点51分 单手提着深色旅行带 搭着电梯上楼 接着再出现 已经半个多小时后 尸块已经装进袋子里 嫌犯一肩扛起相当吃力 让警方怀疑恐怕在这之前 早就完成分尸 6月22号凌晨2点55分 嫌犯骑着机车 脚踏板放了两个大袋子 脚开开骑车 姿势特别诡异 也成了警方发现破绽的关键 骑车影像曝光 警方以车追人 6月25号清晨 警方到嫌犯家摆人 压制正要出门的嫌犯 嫌犯坦诚犯行 两个旅行带分尸的那把刀 也在袋子里 凶贤是60岁的罗景坤 年轻时摆过夜市 后来身体变差 改打零工 收入不稳定 没工作的时候 就到公园或是爱河畔 闲逛找人聊天 因此认识了街友王仲 得知他月领 14000多元补助 有存款还能租屋 经常跑去向他借钱花用 这次会杀人的理由 居然是因为对方拒借 还会催讨10万元的借款 于是他预先购买了 胶带 旅行带 计划杀人气势 此次就是住在这边的出租套房 没想到遭有人杀害 而且还被肢解 那嫌犯将吃块装袋之后 搭电梯下楼 此次的租屋处 就是像这样的空间 约五平大的套房 嫌犯在房间杀人分尸 同层的住户听闻 真的吓坏了 外传凶嫌先将装有尸块的旅行带 先载回住家附近藏匿 但疑似天气太热 怕味道传出引人注目 所以气失爱河 没想到这代师 很快就被青年队员打捞上岸 大哥听说 你们董事前几天 一直流到死帖了吗 这位现在还好吗 是啊 好了 有队员很害怕 是啊 那有三天啊 是十几天好内心 这两个旁边吃这个鸭子 不大48小时顺利破案 警政署长特别南下 未免破案人员 至于装了哑铃 为了尸体还能浮起来 成了破案时的特殊话题 有人注意到 气湿跟捞到尸袋的地点 恰巧都有一间庙 另外罗景坤也坦诚 原本每代其实要放两个哑铃 结果因为紧张 只放了一个 这两个鸭子 他关得很大 关得很紧 所以空气走不出来 全都不走 后面那两三个鸭子 如果关得没法 空气流出来 就应该死亡大海 这名60岁罗姓嫌犯 同样无业 为了钱痛下杀手 自以为气湿计划天衣无缝 但百密一书 犯案失贷 仍然浮上水面 也让这件财杀分尸案 不到五天就宣告震破 嫌犯气湿的地点 正前方就是 雌人宫 里头供奉着宝生大地 而世代发现地的正前方 则是供奉妈祖的朝后宫 举头三尺有生命 短短40小时命案水落石出 端午节正阳之气之前 就是有去 优心的一个闲心人数 这些厳重英文 给他抓到 给他看到 代表这个街友 他平常是做人 一定就是说得不错 罗姓凶贤拿菜刀 将死者很多武快 杀人还弃尸 法官认为有逃亡之余 询问后羁押或准 但是否跟民间信仰端午节的 正阳之气有关 无法证实 但警方迅速破案 也让这起冤情浮出水面 高涌市井局 建设中心股奖郭耀宗 运用超高技术采集指纹 协助破案 荣获了国家锦光奖 而罗景坤年轻时 曾涉及杀人未遂 遭判刑三年半 这次又为了债务预谋犯案 手段残忍 但法官表示 他犯后在狱中表现良好 所以并没有判处死刑 2021年12月1日 三选定业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喜欢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 一起分享讨论 我是老字里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